那其實你自己的音樂世界是怎麼樣的呢? 其實作為一個歌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音樂世界 每個人都去想唱一些自己想唱的歌曲 當然在市場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歌手會演繹一些不同的歌曲 比如Rock and Roll, R&B, Jazz, 味道也有 但是我相信最主要唱的歌曲是屬於自己而且適合自己才去唱 只要你唱的一些效果並不是適合自己的話 可能不太理想 因為你作為一個歌手一定是要做自己能力上方面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而且再去尋找他一些路線去突破 這才對,這是我的音樂世界 那除了音樂以外,你自己的人生觀又是怎麼樣的呢? 人生觀就是說盡量去把自己的心情調適的在一個適當的位置 因為作為一個藝人吧,很多時候人家會給一些很大的帽子給戴 但過於的帽子戴不下就不要戴 太小不適合自己戴的帽子也不要戴 總之最主要是每天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清楚 只要你清楚自己的位置的話 你就覺得自己應該怎麼去走自己應該走的路線 什麼事情應該去做 什麼事情不應該去做 舞台方面自己最希望就是扮演一些什麼樣的角色呢? 作為一個藝人坦白的說 不是 以前的人可能覺得做藝人是需要唱歌還是演戲 我相信是 怎麼可以多面體的去體現你一個人的 不同的側面 不同的側面 不同的感受給觀眾 這是我們藝人現在要做的方向 所以電影適合自己也要去拍 不適合自己也去嘗試拍一拍 不適合自己的類型也嘗試一點 適合自己的類型的歌曲盡量去唱多一點 就是這樣子 今天非常謝謝你黎明 那我們非常的高興你能夠跟我們談一談你自己的音樂和人生觀 那同時呢也很感謝你接受我們衛視五星站的訪問 希望你有機會呢 經常上我們的節目來 你太客氣了不用客氣 不用客氣好嗎 那有機會再見 有機會再見 再見 拜拜謝謝